新北市長侯友宜一早出席市政會議 滿臉好心情 而微笑原因難道是因為 前一天新北市議會國民黨團 利用人數優勢 表決通過把總質訊時間 從6月5號提前到這個星期四的4月27 所有的程序時間 我們都給多對議會的安排 我們要尊重 我們會配合議會的安排的時間出席 新北市議會總質詢 這個星期就要登場 被認為藍營市在助攻侯友宜參選2024 不過也被綠營批評 日本就像之前的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2019年也在質詢結束前沒有表態 之後才喊出Yes I do 一生的信念就是為國為民奉獻犧牲 雖然侯友宜的參選態勢 看似越來越明朗 但是前一天晚上 國民黨立委陳玉珍也邀請到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以及黨內12名立委參選 交換意見較敬意味濃厚 因為我畢竟還是對選舉的事務沒有那麼熟悉 很多的委員都給我很好的建議 在習近大家也都表達了支持 不認為昨天的參會是一個挺郭大會 我有非常強調一件事情 侯市長兩度來為我輔選 所以我這個都是在郭台銘董事長前面說的 中央最後徵招誰 我們絕對是都是全力支持 面對黨內也出現挺郭派 侯友宜表示 每個人有心為國家付出和貢獻 都是肯定的事情 總質詢預計提前到5月15號結束 侯友宜什麼時候喊出Yes I do 似乎正在倒數計時 華市民 洆湞 江洪奇 張宇春 李偉城 黃州盛 台北 新美報導 華市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華市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